我不知道,你不能控制報紙 通常我們寫一個報告,寫一個英文的 然後你放說送給李院士,送給義大利人,送給德國人 他們翻成各種文字 可是送這報紙以後,報紙怎麼了解,你就沒辦法控制 你到國會去作證,他的規定有十分鐘 不管你是國家元首,或者你是物理學家 不管你是誰,十分鐘,就像那個電影它一樣 就是參議員坐著前面,你坐著這,才給你十分鐘 我就想一想,我十分鐘怎麼能解釋這麼一次 後來我太太給我出了一個主意 說你要求他們放那個大電池,你可以用那個powerpoint 這樣就很快了 所以,十分鐘裡面,我們準備了20大powerpoint 就是,最簡單的講一講 後來講,怎麼回事 我們在實驗室,為什麼這麼重要 為什麼害怕,因為我們飛行過一次 在1998年6月2號升空 85號幾分,半天還升空 升空的時候,升空以後 我就忽然想到,已經走了 我沒有辦法去看了 我以前沒有這個觀念 所以,我記得,我非常擔心 第二次,他走以前,我一定在那裡想一想 我只能這麼說 我只能這麼說 嗯 像,李苑樹 當年進大學的時候,是壯人 嗯 他這種是極少數的 我所認識的很多物理學家 可能只對一兩門課 嗯 你可能當時對三民主義也很 嗯 這個實驗不然是不可得撞 這不可得撞 嗯 嗯 嗯